我們看完是高雄的消息 高雄企業可以說是白帳流 全臺灣第一 所以這個市政府公民說 要來涉這個帳稅 向這個白帳流太多的企業 來收這個一頓 一頓超過這個標準 就要來收這個十五塊 民眾是覺得很好 晚上這個大企業 當然是有做這支 一支一支演講 對高雄同北面的台東發電手 到高雄南邊的中間中油 高雄每一年白帳 也將近四千萬檔 邊境分配在每一台高雄市民心上 每一人白帳流是全國的兩杯 更加是全世界人 邊境白帳流的五杯以上 高雄市場上今年九月 開始對白帳流超過一萬檔的企業 全收基金 用來白季檢討 叫他現在不要排他嗎 不可能啦 那你總是在企業還要繼續存在 那你必須補償一些基金 這些經費 來協助整個城市減碳 高雄整五名的白帳大後 包括中間一年白帳兩千萬檔 台東發電手一千六百萬檔 台東發電手五百二十四萬檔 中油更加上手三百三十三萬檔 台上銀布手也有二百二十五萬檔 只要是收十五塊 只要是中間一年就要六三月 雖然基金是全款全用 並沒有算地方的稅收 但是也有企業懷疑他的事發生 這個法源上會不會有衝突的地方 從法源上我們先把它建立出來 那因為這個法是由中央跟立法院 大家去探討 很想去探討過的事情 然後就是說也大概是在產業界 也可以做得到 而且是產業界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也有企業懷疑 這幾年已經自己投入經費檢討 但政府若是跟另外求稅 實在不公平 不過對這項全要推動的政策 有市民懷疑真好 不需要啊 為什麼不需要他們賺那麼多錢 其實污染也是很多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依社會 就是回饋社會 我覺得是應該的 這項法案 今年九月就要送入市議會心意 以此以後會順利通過 市府強調 基金中的用來發電才行的聯玩 也就是道義大臣 運輸系統頂頂的檢討做法 如果蓋上有檢討的各位 也可以申請輸用 記者文貴串 創明好給我們不得